请教部长就有人在粉砖上骂您就是隐匿疫情 那说我们隐匿疫情那就是破坏了指挥公信 指挥中心在上面的一个公信力 我们绝对不会隐匿疫情 相关的案件我想就交由这个司法的调查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说我隐匿疫情 我们一这样努力就希望能够让疫情透明化 建立全民的共识大家一起努力 那说我们隐匿疫情那就是破坏了指挥公信 指挥中心在上面的一个公信力 对我们的防疫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我们绝对不会隐匿疫情